每位修讀兼读制教育原语学试课程的学生 都需要完成Final Year Project 毕业专题研究 同学可以按照自己的发展和兴趣 选择Honors Project 毕业论文 简称HP 或者Capstone Project 总证专案 简称CP HP以研究为本 同学需要就某个学术领域赞写论文 适合对学术研究有兴趣 或者打算升读碩试课程的同学 至于CP就以实践为本 为教育工作环境设计教材或者方案 形式较多样化 内容包括学习材料设计 教材套 服务计划 评估计划 资料拆等等 训练同学将课堂所学到的知识 应用在工作环境之中 教育及人类发展学院 为教育荣誉学士专业及职业教育的同学 提供7个HP研究领域 和6个CP主体 同学只需要选择其中一个 去完成毕业专题研究 首先介绍HP 同学可以选择主修 或者教育研修的研究领域 教育荣誉学士专业及职业教育的 去解决在政策环境 积癌指导及辅导 应用学习 终身学习 生活技能教育等方面的需求 另外同学都可以选择教育研修的研究领域 比较与哲学研究 涵盖四大范畴 分别是比较教育研究 哲学研究 价值观研究 和教育社会学研究 研究的主题可以是 比较香港和台湾的性教育 或者融合教育 生死教育的意义 和教育制度 如何支持学生的全日发展等等 选择辅导 融合与特殊教育的同学 可以针对多元功用 智商与辅导 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的 学习支援的议题进行研究 也可以运用神经生理学方法 例如脑电波 眼洞追踪 心率变异等分析进行评估 科程 教学与评估 涵盖教学生活的多个层面 包括教学实践 例如创新的教学策略 自主学习 原认知学习 反转教室策略 实践合作学习 照顾学习差异 混合式电子学习 学与教的应用 还有课程的发展和统整 有效评估及回馈策略 影响学习的因素 课室管理和教师专业发展等等 如果你对0-8岁的幼儿发展有兴趣 幼儿教这个范畴就适合你了 可以就幼儿的语言和读写能力 数学与科学 创意与美感 健康与幸福感 特殊学习需要进行研究 教育政策 领导 教师与学校发展所覆盖的主题很广泛 同学可以研究教育政策和它的影响 领导及教育转变 教学创新 教师的工作生活和专业发展 教育变革下的学校发展 或者从平等、公义的角度探讨教育议题等 教育学中的心理学 适合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就认知过程 社区与健康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 社会或人格心理学 计量心理学进行研究 至于CP,我们也有提供主修或教育研修的主题给同学选择 教育荣誉学师 专业及职业教育的主修主题 是维持和提高行业或专业水平的培训计划设计 培训反私营的专业及职业教育从业者 同学需设计有利于工作环境或置身行业的培训计划 形式可以是策略或发展培训计划 教材套、安全措施搜查或流动应用程式等等 另外,同学也可以选择以下的教育研修主题 学与教材料设计支援幼儿的社交情感 价值观发展以及学习多样性 给同学可以应用幼儿教育的专业知识 就社交情感发展、价值观发展、生命教育、可持续教育 或语言、文化、教育需要多样性为幼儿设计学义教的材料套 选择教育实验、创新和体验式学习设计的同学 可以就一个教育问题作出探讨并设计解决方案 议题可以涉及教育的创新实践 教师、家长、专业人士或社区之间的合作 教师专业、教育领袖的角色、教育平等及公义、学生参与等等 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 在教育环境中实施正向心理学 给同学将正向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应用在教育环境 设计以性格强项、自我复原力、感恩为主题的教材套或介入策略 从而提升师生和家长的心理健康 学习到向评估 培养反思形教学实践者 可以装备你成为据评估素养的反思形教育工作者 你可以设计不同的评估工具 形式可以是学习到向评估计划 说明评估方法或策略的详细例子 如何使用学习到向评估方法或策略的教师指引 电子评估应用程式等等 如果你有至于服务有不同学习需要的学生 这个教育研修的主题就非常适合你了 你可以就多元共用 正向发展和学习支援等的主题 唯有多元学习需要或SEN的学生设计教材套或介入策略 如果你对HP和CP有任何问题 欢迎咨询我们的课程导师